此人加入外国国籍后,骗走中国七千多亿,判刑尹澳大利亚总理亲自求情胡适泰,有这么一个人他出身中国是北大高材生原本前途无量,却为迎头小利出卖国家商业机密,做了澳大利亚简称澳国的商业间谍,这人就是胡适泰三十四岁之前还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此人加入外国国籍后,骗走中国七千多亿判刑尹澳国总理,亲自求情。 1963年胡适泰出生于中国天津,其童年,家庭和父母具体是什么情况,早已不可考,功成名就,后的他也很少提起。 胡适泰初中毕业之后,直接进了一个机械学校,学习车工,原本他只想学好技术当个工人,取七生子温饱无忧,平平淡淡地度过这一生,但是谁都无法预料。 1977年9月高考恢复了1979年,16岁的胡适泰抓住机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进入历史系学习。 在北大读书期间,胡适泰给同学留下的印象,是温和谦逊性格内敛且聪明。 勤奋斯文清秀,是个人仍称道的好学生。 至于胡适泰,自己心里在想些,什么我们不得而已,他也从未与人吐露过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对自己的祖国并没有太多眷恋。 这一点从他以后的一系列决定就可以看出来,胡适泰,拿到北大毕业证书之后,曾短暂在国内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前往澳国继续深。 倒也因为此举胡适泰的人生轨迹就此彻底改变,凭着一股聪明劲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胡适泰很快被哈莫斯利铁矿,澳国第二大铁矿,正式录取不久后利拓世界第三大矿业集团,收购莫斯利铁矿胡适泰,也因此成为利拓的职员。 1997年34岁的胡适泰,加入澳大利亚国籍。 此后中国人胡适泰消失了取而代之,但是澳大利亚籍华人敦赫,作为一个生活在金发碧眼的洋人之间的华裔胡适泰太想做出一番事业来证明自己了。 他需要为澳国和利拓公司献上自己的投名状,于是他把当任对准了自己的母国。 中国随后胡适泰向利拓总部提出了调任中国的申请,并成功就任中国区贸易代表。 众所周知中国人最喜欢在饭举酒桌上交朋友,谈生意胡适泰,当然也知道这一点。 于是他到中国之后,结识一切能够结识到的人脉,向各矿企高层政府药员等等。 为了教导这些朋友胡适泰,下了血等高档饭店喝酒吃饭,明言明酒自然不在话下。 私下的红包也格外丰厚还高价,请来著名女歌手为药员们献唱。 而胡适泰会在不经意间,询问中方矿企的内部经营状况,诸如原料库存的周转天数,进口矿的平均成本,敦钢单位毛利,生铁单位消耗,企业生产的具体安排,固定时间段内的采购计划等等这些,看似云半风轻的问题其实都属于中国的商业秘密不得外泄。 可是大部分矿企的高管们却都对胡适泰这个好朋友之无不言言无不尽,在胡适泰多年的精心筹谋,与周转下中国大大小小矿企的绝密数据,都在利拓集团总部的案头一一呈现每次中国与利拓谈判时,就像一个一丝不挂的裸奔者,所有弱点,都暴露在对手面前。 联想都窥出来了2003年,中国与国外三大矿山,巴西带水河谷公司,澳大利亚币和币拓公司,英国利拓集团的谈判的时候,利拓公司利用已经掌握的数据,在谈判中全力压制中国为此。 中国矿企白白多付了7000多亿的巨额损失,因为是胡适泰提供的消息,这也等于是胡适泰骗走了中国7000多亿胡适泰。 也因为这7000多亿,被中国政府抓了去了,并判了刑胡适泰被捕。 之后,澳大利亚政府反应强烈毕竟,胡适泰为澳国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甚至到了最后。 连澳大利亚的总理陆克文,也亲自出面为胡适泰求情希望中国政府慎重考虑,谨慎处理但中国拒绝了陆克文要求,喜欢的话多多关注,多多点赞多多收藏,转发和评论。 谢谢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欢迎品读。